從政以來 我不會為了什麼事去跟誰叫班 我想好思考好了 那我也早就規劃 今年要選 我們坦白講 不然為什麼我上一次 2020年我要爭取不分區 我爭取不分區基本上 我就是已經準備要選市長 所有政治人物 所有政黨 對不起台南市民 應該換人做看看 我就有這個推進來 我跟你說 我做四年 我不會連任 今天有一個報導講 氣選南台 北台就難贏了 就說在南部這幾個縣市 包含台南 高雄 屏東 如果國民黨 反正都說 千山去就好了 你北台去就好了 一旦如此 那民進黨完全不管南部 所有資源集中到北部 反而會對盧秀燕 對張立善 對侯友宜 對蔣萬安 對其他縣市的造成更大的威脅 可是看起來黨中央現在 似乎沒有察覺到 棄守南台 北台就難選的 爭議在哪裡 不會沒有察覺到 你要了解 國民黨跟民進黨 幾乎已經都變成 很高明的選舉機器 所以裡面的資料太多了 那這北中南呢 決戰北台灣 決戰中台灣 決戰南台灣 造成的結果 大家都 兩黨都知道 決戰北台灣 那國民黨就剩下七八九席 最多 決戰中台灣 那國民黨就是十十一十二 決戰南台灣 那國民黨就會十四十五 對 這樣我懂你的意思 那就是說上市因為打到最後變成決戰 本來是決戰中台灣嘛 要固守嘛 所以最後不是說 盧秀燕可能會小贏小輸 就兩個 他跟林佳龍 那確實 因為寒流 就最後是決戰南台灣 所以國民黨大勝 所以就變成十五個縣市 這是不會變的啦 因為從選民結構跟投票趨勢 然後從得票率 那你決戰哪個地方 當然民進黨的最高指導原則 就是決戰北台灣 決戰北台灣的時候 那他們就會最少 就是國民黨頂多頂多 最好只能拿到九席 就是最好 就你意思說 當民進黨支援 全部集中在北部的話 有一兩席是幸運 該敗未敗 那不然的話正常就是七八席 那決戰中台灣 那大概就會在十一十二 就以國民黨 就這兩邊大概就均分了 差不多 那決戰南台灣那就不一樣 國民黨就是等氣勢大震 這一次不一樣 這一次因為有一個第三黨 過去的親民黨很少在 除了在金門以外 很少在縣市場提名候選人 可是民眾黨萬一 比如這個我們講新竹吧 高宏安 新竹他們有一個年輕的形象的 而且這一兩年來表現不錯的 那如果他要選 那新竹市是民進黨現在執政 那我就跟你講 你只要有推人出來 國民黨如果不讓 也提一個 三下都 國民黨的勝算就只剩下四成 四成以內 那民進黨連任的機會就大 就是說雖然他是換屆了 可是他就有贏面 因為你等於 尤正在你的節目 大概一兩年了吧 我們就談 當時民進黨18年選完 在打科B 我就不斷的憂心忡忡 因為科B之前是拿到 是綠的黨 綠的票居多 他不斷打科B 科B不斷回應他 然後跟蔡英文開幹 我跟你講綠的回流了 可是全藍的 跑過去了 他就吸納到藍營的支持者 他都覺得好像民眾黨 柯文哲比朱立倫國民黨 還有戰力 所以為什麼大家講說 現在國民黨氣衰 不是啦 因為確實民眾黨拿到了支持度 一大部分等於是來自國民黨 所以第一階段 民進黨的戰術戰略已經成功了 那成功了 未必科B2024就沒有用 因為他已經剑止2024 所以他一定會不斷的佈局 所以你看他在這個十幾%的過程 柯P沒有掉 民政黨的支持度上來 可是他有吃到民進黨的支持度嗎 有 不多 大概8%多 8%嘛 所以他的民調是各8% 藍綠各8% 沒有 可是之前他是全吃綠的 所以就說第一階段民進黨已經成功的 尋溯成把柯P推過來 然後他們的回流 然後他吸納到藍的票 他讓你柯P長大對他最有利 但是不能太大 不能大到能下雞蛋 你只能到中機 所以政府在補助你25塊 你就是中機 我跟你講到了你會下蛋 那不得了啦 那柯P下蛋 民進黨不得了 但最慘的是誰 國民黨嘛 所以這個 這狀況早就料到了 所以這個 不是很高深的學問 我說各位朋友 我們知道 我們在網路上 很多朋友 都比台面上這些人更會算 那這個不是說 你要不要去面對 而是必須面對 你政黨就是要 必須要面對挑戰 那如果你不願意面對挑戰 現在的黨跟過去又不一樣 民進黨是什麼都敢 什麼都敢給 他什麼都敢拿 國民黨是什麼都不能給 沒辦法給 那所以他什麼恐怕也不能拿 所以你要拿到民眾的權位 不會那麼簡單的啦 哪有那麼容易說 如果一個縣市長你就拿到 可是雖千萬人無網矣 很簡單嘛 那我也在這邊再講一次 太多了 因為這兩天 包括網路上 包括我們的好朋友之前 包括我在這個節目會講 我們的輝文哥 第一次講我說 可能誤判 我不是這樣 對 說你不必 他說你是要跟第一次朱立倫 我從政以來 我不會為了什麼事去跟誰叫班 對不對 我不會這樣 但是我是真情真義 我想好思考好了 那我也早就規劃 今年要選 我們坦白講 不然為什麼我上一次 2020年我要爭取不分區 我爭取不分區 基本上我就是已經準備要選市長 對不對 雖然不分區是排到第14名 第15名 那當然沒有不分區 那就變成我要重新評估嘛 那我要評估我的支持度 我的熱量 那我在 這個包括年輕族群 還好啦 我想網路有很多年輕朋友 你也知道什麼 下午的過季不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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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這些年輕朋友 從大二大三大四到現在 將近二十七八歲 嗯 他們告訴我 龍介兄 下午的過季不頂 這一句話我給你破解啦 哦 這麼厲害啊 下午的過季嗎 不是 他怎麼破解你知道嗎 怎麼破解 我說下午的過季不頂 他說 對 下午的過季不頂 但是可以解渴 什麼邏輯 不甜沒關係啦 有水就好了啦 對啊 可以解渴啊 你也好了 你剛才說 下午的過季不頂 但是可以吃 你也好咧 你剛才說可以吃好了 這個 因為 為什麼我們閩南話的諺語 就是說下午的不頂 就是說 還沒有熟到那個程度 還沒有熟到它自己掉下來 死雞沒成熟 在一張圓的就對了 不要下廚 可是還沒有熟的 有的確實可以吃嘛 對啦 廢話 他就講說 不甜但是可以解渴 為什麼年輕人 他願意跟我這麼動 我們就說 不是年紀有問題啦 心態問題啦 跟年輕人互動是心態問題 所以為什麼我講說 我是背水一戰嗎 不要再幫我找出路嘛 我下一個職務就是台南市長 真的啦 韋哲兄你也很清楚 你是好人 但你沒有破例 那南台灣啊 虛耗了這三十年 台南市 說實在對不起台南 兩黨所有政治人物 所有政黨 對不起台南市民 所以應該換人做看看 我就有這個強烈 我跟你說我做四年而已 我不會連任嘛 你做一任 這個沒講過 我只做一任 你只做一任喔 我只做一任 為什麼 因為每個市長前四年賴清德 許天才賴清德 都不做事 都失望制 包括這個黃偉哲 為什麼前四年都不做事 他所有你幫他 請託幫他建議 他說等我連任以後 等下一任再做 所以前四年都在虛耗 對我們台南市民 非常不公平 所以為什麼會見到沒有進步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鐵路地下化 賴清德第一任 錢就給你了 許天才第二任人家給錢 你八年空轉 所以你到第二任 勉強爭取了這個營建署 來了這個北外環道路 黃偉哲就跟他 我問他 你有沒有做過台南市什麼建設 他說北外環道路 抱歉 那是賴清德的 所以你四年 你這四年也在空轉 因為你想穩穩妥妥 因為你們覺得 西瓜在台南都能當選 只要不犯錯 所以你不做事就不會犯錯 所以等於每一任市長 每兩任市長八年 就要空轉四年 這對我們台南市民有公平嗎 所以為什麼我講不用等 十二月 十一月二十六號選完 十二月二十五號就開始工作 沒有兩個四年 沒有連任